他有一个杀掉的书名 却没有杀掉的内容 而且他的主角居然是督主 怎么 组角居然是个探前头子 那他要怎么 诶 放心 有 还很大 毕竟督主是公 公可以缺手缺脚缺心眼 唯独不可以缺作案工具 这本小说叫做 督主有病 作者杨素 首发长配 全文免费 话说江湖上有个 有组织有纪律的刺客组织 叫做茄兰 而兽 夏侯恋 是茄兰初出茅庐的小刺客 他接到组织里的任务 要去谢家当卧底 看到了个下人的身份 混进谢家 而谢家让他伺候的是 谢金兰 谢金兰 谢家小少爷 年纪小 却是个美人 他经常被后妈和哥哥欺负 年轻爹见了他都问他 老夫从未见过你 你是谢家旁知的 父母是谁 唉 没有娘还不被爹疼 打小就是个美强产的好苗子 别人不关心他 夏侯恋关心他 别人欺负他 夏侯恋 拼了这条小命要保护他 这么一来二去 小少爷心想 天底下没有人比他对自己更好啊 两个人同甘共苦 竹马之情根深蒂固 小少爷也拜师读书 日子也还算满足 接着刺客上门 灭了谢家满门 那一天 谢府里全是哭嚎求救生 小少爷也以为自己难逃一劫 直到夏侯恋出现了 夏侯恋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 戴上自己的面具 悄悄离开 离开的时候 夏侯恋告诉了他 谢家被灭门的真相 我都气不过 买了钱来灭你满门 少爷 他侥幸活了下来 一路颠沛流离 吃不饱 穿不暖 还在路上遇到自己的仇人 魏德 他看见这个太监 全是滔天草菅人命 想杀人就杀人 你奈我何 小少爷恨哪 他突然明白 读书不能改变命运 但权力可以 已经打不过 就去加入嘛 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还走投无路的小少爷 给自己改了个省绝的假名 就入宫当太监复仇去了 还幸亏他的那啥没事 当时看到这张的时候 议论区的姐妹们都在担心 小少爷的小小少爷 说实话 一群人担心别人 **我场面 我还是第一次见 掌见是了 ** 从此 小少爷开始了他的朝堂权谋之路 在宫里的这几年 他从从前那个可可爱爱 软弱可欺的小少爷 变成了一个腹黑有心机 一心只想报仇的疯癖美人 以前被欺负了 他红着眼睛忍住不哭 现在被欺负了 你怎么敢 敢 灭门之灾 至爱分离 仕途尽毁 我都尝过了 我还有什么不敢 我本就是 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黑衣画了 好带感 两人分开了这么多年 直到有一天夏侯恋前进宫 他躲躲藏藏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的少爷 夏侯恋震惊了 什么 我可可爱爱的小少爷 怎么变成一个太监 这些年 他到底经历了多少委屈啊 他心疼了 小少爷当作自己媳妇那样疼 哎 媳妇这些年是委屈了 是的 夏侯恋勇敢还强大 小少爷爱哭还是个美人 他就一直自以为是 直到被骗上床的那一天 他才明白 什么 媳妇竟是我自己 小少爷朝思暮想的竹马 居然天降了 他立马展现了金马奖般的演技 眼角红红 声音颤抖 还带着点恐惧和渴求的抱着夏侯恋 不许他抵开 夏侯恋 我不许你走 就算你的伤好了 也不许走 少爷 你干什么 所以阿吏 留在这儿保护我 好不好 可是 夏侯恋 我救了 你的命 该是我 可是好景不长 夏侯恋绝毒发了 他们前来刺客身上都有一种毒 不听话就会毒发身亡 小少爷没办法 但他不得已忍痛个爱 让夏侯恋再次离开他 这一分开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 小少爷为了复仇 运仇为卧 步步为营 任贼作妇 踩着鲜血慢慢爬上了督主的位置 而夏侯恋那边更惨 他的母亲被虐杀 他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 他痛恨自己的无能 也开始走上了复仇之路 他要变得更强 才能杀死仇人 为母亲报仇血恨 我夏侯恋此生此事 不娶妻 不生子 不收徒 不解药 所有孽债 终于我身 我身其路 一切皆绣 时间一年年过去 督主都没有和夏侯恋联系 但他每天都在打探夏侯恋的消息 夏侯恋从一个小废物 成长为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刺客 他杀人如麻 心狠手辣 备受朝廷关注 手下告诉督主说 夏侯恋身边有个女仆 这个女仆很强 你要当心 别人的重点是 你要当心 而督主的反应却是 什么 他身边居然有个女人 强大以后的夏侯恋前往柳州 去找仇人报仇血恨 就在我要开一碗螺蛇粉 庆祝柳州的那个仇人 终于死了的时候 沙漠仇人居然告诉他 你真正的仇人不是我 喵喵喵 你真正的仇人是你爸 你爸用你妈的死来刺激你 让你靠着仇恨迅速成长 好接任他刺客偷偷的职位 嗯 后来夏侯恋成功杀死了他爸 离开了刺客组织 本来想等毒发生亡 却发现自己没死成 原来他爸早就给他喂了解药 而且他爸居然也不是最后的大boss 最后大boss另有其人 嗯 我也没想到 剧情居然开始套娃了 这本小说可以改名为 腹黑督主的霸道小刺客 冒号 谁才是我的仇人 继续回到督主那条线 哎 明明是两个人的恋爱 我居然要分开讲 还不是因为他们分开太久吗 买十多年的努力之下 督主终于杀死了仇人 又逼死了皇帝 还扶持了一个傀儡皇帝 自己把持朝政 从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全力在握 爱人却找不到了 他派人通缉夏侯恋 想找到他 夏侯恋也不懂 为什么小少爷现在这么恨他 他之前也消骨整容了 干脆躲了起来 后来重逢 督主一眼认出了夏侯恋 但夏侯恋死也不肯承认身份 督主心想 我不信 然后去撕夏侯恋的义容 居然真的撕不下来 可恶 这张脸居然是真的 这个人真的不是他老婆 督主当场就表演了个变脸 深情款款变得怒气冲冲 说 你的这双眼睛 我看着很眼熟 长得太好了些 像夏侯恋 忘了吧 给我装起来 收到罐子里 夏侯恋 喵喵喵喵 为了保命 夏侯恋立马假装 自己是夏侯恋的朋友 而且说了很多 别人都不知道的细节 证明自己就是自己的朋友 然后督主更生气了 可恶 这个人算什么东西 居然和我老婆如此亲近 真想杀了他 督主显然不懂 我有一个朋友 一般这个朋友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道理 后来掉马的时候更好笑 夏侯恋溜去督主府上 想偷回自己的兵器 被督主发现了 他们就打了起来 督主武力指Mass 把自己老婆打伤 还关进了监狱 督主 他已经被关去监狱三天了 没什么用 杀了吧 督主 他以前用过个名字 夏侯老二 什么 绝了 分开十年 暗恋了十年 终于碰面 却因为马甲差点逼 不愧是你们 主角们主马情深 十年分开 十年守候 双向奔赴 感情线高田 但是他们都是由仇恨 滋养长大的 一路无顺 苦命的孩子 虽然我讲起来很轻松 但这本小说并没有那么沙雕 它是本证据像的虐文 配角们刻画得很鲜明 但几乎死得七七八八 所以心脏承受能力不强的姐妹 入坑要谨慎哦 如果担心小说太虐的姐妹 可以考虑入坑广播剧 广播剧真的做得非常好 没有小说那么虐 看看这个配音阵容 正希倒霉死了 寄冠林边江宝木中央 刘虫 苏尚青 汉墨 刘思成 陆阳 还有江丝儿 老朋友 把神仙阵容打在公屏上 而且后期做得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很良心了 反正广播剧有两集免费的部分嘛 蛮兴兴的姐妹可以去听你看咯 好了 本期视频